早安,我是李氏 現在時間呢 3點38分 非常的早 昨天要做的賽前移動的影片呢 基本上是報銷了 因為昨天我完全沒到GoPro 太興奮了,連GoPro沒拿到 所以呢就拖隊友 凌晨送下來 因為我們的隊友呢大部分都沒有住 所以我就趕快叫我隊友去我家拿 送下來,所以今天各位才有影片可以看 地瓜的 這次比賽很早喔,是我參加過最早的武林杯 5點就出發 等於說4點半大概就要集合了 而且不分組出發 800多個人一起同時放行 其實這樣也不錯,這個組集團強度就很高 因為各組的精英就會往前 往前 往前塞 所以如果大家坐第一台車的話,速度應該會比往年快蠻多的 好,我們先吃早餐 這種高耐力賽事 持續輸出瓦數的賽事 記得 超普碳水 大概要體重的 1.5倍吧 90克以上 好,現在離開賽倒數5分鐘 一如往常 開賽前的心跳都會特別High 你看我的心跳 91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心跳 沒抓到還是怎樣 怎樣,哪一排的 緊張是一定有 但是呢,其實是我賽前有 吃兩顆咖啡硬定 所以稍微心跳高一點 我覺得是正常啦 還剩下4分鐘左右 非常期待今天的 重越武林杯 是2022的年中大戲 起中考 準備 欸,吃什麼吃什麼 課藥 課藥課 課起來課起來 現在大家都課起來了 5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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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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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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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OK,比賽正式開始啦 西進武林第一段是16公里丘陵,速度取決於集團 那怎麼樣算快得剛剛好呢? 我騎了6次西進武林,個人經驗呢? 我感覺第一段騎30到32分之間是最剛好的 這個速度對於想迫勢以內的車友都很甜蜜 今天的主集團溫和中帶點輕快 我預估應該是32分上下到人子關 可以看得出來,主集團的各位都真霸捏 這輪子關一過,很明顯就開始有爬升的感覺啦 看了一下配數表,目標時間18分左右 大約要推力4 多一咪咪 才有機會做到這個時間 不過這一段啊 最好還是照自己的目標瓦數來騎 這裡騎太快 大部分後面都會吐更多 如果 如果是挑戰總牌的選手 這邊都推武起跳了 在霧射的路上 一定要忍住 因為你一定會有一種賭藍的感覺 就是一直被刷卡 但是別灰心 好好配出就對了 不要受影響 穩定最重要 目前我大約控制在250W上下 甜甜蜜蜜的區間 再幾次一起完成啦 武嶺歡樂團 耶,我上今天了 這鏡頭 上鏡頭,上鏡頭了 我也在上門 到霧射第一件事情 掛大盤 抽一下 速度迴轉帶起來 如果有集團更好 可以偷一點瓦數 這一小段 回血後 準備迎接台14甲啦 看到這個台14甲0K扛棒 就可以進入 數饅頭模式 差不多數個32 就到武嶺了 加油加油 這一段的 霧射到最高小7 目標時間46分 重點是 還不能有明顯的 疲憊感 老前輩有交代 奇蹊進武嶺 最高小7 才是起點 所以 千萬要保持在 Z3 TEMPO區間 觀察心率 以免後面抽筋喔 跟著Fence 破山歡樂列車 節奏還蠻不錯的 目前的體感 就是一個字 順 而且都保持在破山的節奏中 持續前進 第四段 最高小7 倒翠鋒 千萬要順啊 關鍵在於前面的補給 配速 有沒有期待自己的節奏內 在這裡太疲勞 後面的高海拔 絕對叫媽媽 最高小7 倒翠鋒 目標時間22分 硬啊 隊友阿澤 沒什麼練 依然勇猛 在前段班當帥哥 早在三四年前 他就破山了 兇啊 每次騎到翠鋒後 就會開始 體能衰退 不只是海拔超過2000公尺的 低氧問題 還有 連續騎乘時間 也差不多 兩小時了 如果這時候腳開始僵硬 淵豐那邊應該會接近抽筋 翠鋒到淵豐目標時間要32分內 繼續努力 目前的時間 節奏 瓦數 心率 都在破山的 配速計劃內 但是一定要有 隨時崩壞的心理準備 這段真的很討厭 對 一分之下 開始了開始了 明顯衰退了 這裡我已經跳出Fence破山歡樂列車 瓦數少了20-30瓦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難道真的要高地訓練才能克服嗎 沒辦法破山了 他已經出頭了 唉 我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的 撞牆路段冤封到昆陽 時是時刻看著時間、公里數 心裡的怨念極深啊 累積的時間大約來到2小時53分左右 昆陽再怎麼快也要10-12分鐘之間 蹊進武林破山可以說是提前宣告失敗 好啦經過昆陽已經宣告死刑 就放寬心期待有沒有很多昆陽帥照可以看喔 目前我的西徑武林PR是3小時06分 看看馬表的時間我認真一下起碼還有PR可以撿 破不了 破不了 破不了啊 夠了啦 對 吸進就好 幹 塞掉太多了 後面瓦數變好小 瓦數大約就剩下200瓦左右 實在有夠爛啊 看見這個幽彎就是最後衝刺啦 這個路段常常車很多 會賽車 所以燃燒各位的小宇宙 一定要在這邊快速通過喔 這裡要是喔 下人設了等一下 慢慢慢慢被攻擊 小心喔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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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好難喔 等一下上場看一下 石刷拔的那個區段到底多少 感覺好像305吧 來看一下看一下 Neverstar武林靠腰 305 破PR一分鐘 金瓦才218耶 太弱太弱了 好我們現在來等隊友 4、5級 要開檢討大會了 你有偷進嗎 沒有偷進 感覺是很輕啊 96連賽 合格專車6.8 剛好 真的 阿龍哥你多少 今天騎比較爛 在洞口 進去的感覺如何 有沒有 真的 真的很 全都濕濕的 1、2、2、2 先進 大哥可以幫人 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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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李氏的頻道 7到3 近三角度 只放你 2、3 我們很厲害喔 330喔 嘿 握個手握個手 可以可以可以 加油 看著贏了 結果我最會啦 自拍夾 騎完呢 最期待的就是吃泡麵的時間 各種泡麵 有破PR的泡麵最好吃 沒錯 請問女神我可以認識一下你嗎 聽說你分二耶 安安 哇好強喔 超強的耶 有睡好有差喔 就會沒睡好不好 阿力姐姐她昨天PO那個 那個飯店超高級的 感覺就睡很好 拿分二感覺怎麼樣 莫名其妙 超爽的 點到100塊 我跟你講 這就是 上台有趣的地方 有時候你覺得你不會上台 但是你只要好好的騎 開心的騎 就會莫名其妙上台 那種感覺也是蠻特別的 反而有時候你 準備得很好 然後最後沒上台那種感覺更 最後這10公里真的是 好鳥 真的很鳥 瓦數掉了30瓦 有沒有多 超級多 雪崩式 跟這個最近的那個加密貨幣一樣 雪崩式下滑 305雖然破我的PR 可是我的軍瓦只有216 這根本跟我平常訓練的水準 就搭不上 太低了 代表我只要開230瓦 就可以破山 差不多 但是我的目標是240 再努力 聽說下禮拜還有96的 還有96的看要不要搭順風車 阿里是多少 426 女生 4民主 430內 各位大哥 大叔加油 430 既然都比完了 那現在就要切換成美食節目 美食頻道 雖然沒有破山 但是有破PR 下禮拜還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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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無禮怎麼那麼難 真的太難了 但是無禮的魅力就是難 他不難的話就沒有這種魅力了 對不對 我結論你的小孩沒差 你也有差 看看這個風景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 現在我們要來吃 埔里那隻鴨 剛剛隨便Google一下 我發現這個店名蠻酷的 昨天的IG直播 蠻多人在那邊推薦鴨肉飯 現在我不知道哪一間 但是我看到了 埔里那隻鴨這個店名 我就很有興趣 評價又蠻高的 4顆星以上 所以就決定衝一波 好像有什麼悶鴨 等一下一定要來吃一下 吃飯吃飯 平常都是吃雞 今天來吃吃看看鴨 平常都是吃雞 有沒有 他上菜蠻快的 超快 好像知道我們騎屋領一樣 就是要快 來 趕快趕快 不要需要 而且他一起來就 一來就化了是不是 對啊 這應該是叫做悶鴨啦 我有Google 悶鴨 耶 來的時候 隔壁有一家 聽說這個鹽樹蠻屌的 他屌是屌在哪裡 新鮮水果的是不是 他們就是水果啊 聽說這家就是水果很厲害啊 你看都山藥木瓜的有沒有 地瓜又芋頭的 天然的這樣子 你看他那一杯 哈哈哈哈 請按 來 你在後面 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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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杯很屌對不對 叫什麼 白龍鮮果 有賣的啊 沒錯 白龍鮮果 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現在三點半左右 還蠻早的 回到家洗個澡 還可以舒服的吃個晚餐 跟家人 暖一下 現在到家時間差不多 天還很亮 不到五點啊 我已經洗完香香了 這次呢 騎武林雖然說很可惜 沒有達成自己預期目標 我今天的高山症的狀況 我覺得蠻明顯的 跟以前比 落差蠻大的 剛剛到平鎮喔 我頭還在刺痛耶 我過往騎武林是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不曉得是出了什麼狀況 這就是人體奧妙的地方 沒關係 最基本至少有破PR 小破一分鐘 破山真的好難喔 真的很難 真的很佩服那些 騎進山 甚至騎進250內的人 真的很厲害 這段期間 很感謝大家 對理事的支持跟關心 不管是在石橋法上 一直關注我訓練的夥伴 然後呢 也不管是在FBYT 甚至是IG 跟我互動 給我回饋的一些 車友 朋友 如果你的夢想不夠難 不夠遠 怎麼會叫做夢想呢 所以往後還有很多挑戰 正在等著我 以及我的隊友們 今天Team Game的隊友呢 都期間不錯 還蠻多人破PR的 非常開心 好 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要好好的大吃一頓 大睡一頓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 還有超級感謝 可以斗內運用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 吃餅 再按讚 兩次 把筒子 放到 都 乾了 可 感谢观看